天天醉我天天熬夜 你們下超音就是那麼老闆 我怎麼受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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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玉 什么歌曲 还是床心 嗯 我跟你听 再打我 再打我包装啊 你个兜手 你万为达小太子 我跟你拼了 要吓我用枪了 确实出场 殿下 大事不好了 毕竟带好多人寻到这了 快到门口了 我们聊一下 或者是你想让他们看见我们这样 我也不建议 参见陛下 参见陛下 女神 谢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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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成何体体 卿儿 不是你为何一夜未归 我和你娘亲都急坏了 谢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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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我可没绑着他啊 那 那你说说 这是怎么回事 父皇 儿臣昨日在此饮酒 偶遇了祭酒大人 并邀其共饮 我们在此探讨国策 诗词甚是投机 不知不觉 这天就亮了 我听到了什么 探讨国策 诗词 就你 谁人不知我们太子殿下 诗词不懂 三经不通 你是说我不懂国策 还是不识字 皇兄 上次花五百金箔 青楼花魁一笑之事 至今都广为流传 皇兄 边瞎话 也要动动脑子 那你们两个 就比试比试 听闻皇兄昨日 彻夜探讨治国两策 正是 道言不算 那便从国策开始 参帝 本宫建议 还是从诗词开始 怕了 我是怕比完了国策 这输赢就定了 你若没有表现机会 会不会哭鼻子 不信啊 听闻皇兄 荒淫无度的作派 早已在宫中 说这样的大话 魂身上先看起来 能硬起来的只有此语 我倒要看看 他能讲出什么国策 那诸位可就听好了 想我大夏皇朝始于微末 成天黄运 自太祖开国 征战四方 以武立国 民风彪海 闻者无不避其锋芒 而如今 宗庙疲毙 百姓穷苦 朝政拂袖 不思进取 应当改革 他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 和我想的一样 好一篇慷慨激昂的陈词啊 皇兄为何只谈问题 不提解决法 儿臣苦思多日 终有所谓 虽不敢妄称为良策 今日比试 非是论证 你 难说无妨 好 第一条便是 撤销中书省 取缔丞相 分权尚书 太子慎言 太子 你这是在公报私仇吗 丞相大人 您年事已高 而宫中呢 政务繁杂 若是将事物进行适当分配 这效率自然就提高了 而您 也可以长寿 你 皇兄宫人欺辱朝廷命官 这胆子也太大了吧 陛下 为臣忠心耿耿 日月可见呐 丞相勿扰 刚才说了 今日 这是独个热闹 太子 继续 而臣 遵旨 国之疲弊 财政甚 大下地处偏远 非在中原腹子 土地贫瘠 那只能另辟蹊径 所以第一 要取消农业税 还田于 一二 一改之前重农 轻伤国策 重视商业 修路修渠 开业 这怎么可以 纯属谬论 第三 选拔人才 废除查局制 据笑脸 推行科举 好 第四 查办贪官 没收家人 设立专门的检查机构 国之根本不可费 八 欺命陛下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一时前来上报 说楚国使团 已经入我国境内 楚国吴赵来做什么 为首的是楚国公主 是 是来和太子 写出会约的 使团一路挑战 我国文豪大儒 欲以文公 灭我国威 所经之处 军无敌手啊 什么 不是吧 这么快就要文国了吗 陛下 三日前 楚国使团 强势挑战齐贤阵 齐贤阵 七大文豪 全部败费 什么 南方七贤全败了 南方七贤 宝独新书 学识动天下 怎么会败 陛下 两日前 楚国使团挑战汉墨镇 汉墨镇 五大门派 全部投降 怎么回事 这个国家 不会全是文盟 中国使团 他什么来路 康康大下 没有人了吗 传政口谕 大下文人等团结起来 共抗外敌 你有可以击溃 楚国使团者 他为万户侯 家管品决 父皇 儿臣愿意迎战 正儿 你呢 此事关系到 我大下的国威 如果这门亲事 被他们这样 给取消了 朕看你这个太子 也就不用当了 我靠 好不容易 穿越成太子 怎么可以被费 儿臣 也愿意迎战 此事虽然 不是你的过错 但也是因你而起 立一个军令状吧 这只是今天 而臣此次若不能退 楚国使团 自愿让出太子之位 让给有才有德之人 好 回宫 皇兄你可真有自信 这种军力状你也敢立 季九大人 你是在担心本宫吗 嘿 鬼才担心你呢 那什么 此次楚国使团 来势汹汹 你要想应对 不是那么容易 你本就无目了相助 若败 代表着天下文人 归心赵羽 缺缺楚国使团 本宫一人足以 季九大人 如若我赢啊 断无可能 这不是说如果吗 如果你胜了 那你便想如何就如何 出来 你们是什么人啊 竟敢在我太子府门口喧哗 我们的汉林月士读 今日是想劝诫太子 太子才输得浅 何不早日将太子之位让出来 让有德者拘之 带领我们天下文人 共取古国使团 就是了 报事 对 这是个意思 那楚国使团 是为了太子而来 故应战者是太子即可 而非照成你 看来 诸位今日来 是要与本王撕破脸啊 那又如何 太子也不想 狼狈败北北后 成为罪人吧 届时 我们天下文人 必会 奉诛 你笑什么 我笑你愚蠢 你 若你们就能代表天下文人 那我大下华臣的文人风骨 俗话说得好 得文人心者 得天下 如今 你已失去我们士林的支持 好 现在我照成 便会会你们这帮 天下文人 好 若太子今日能够胜出 我等愿追随太子 应战使团 那可不必 这太子也太不知豪胆 这样挑战我们陆许大人 陆许大人可是我们汉林院第一队 出题吧 出题吧 两园断木深山中 小猴子也敢对聚 好 老马献足乌尼内 老畜生怎能出题 你 笑替忠姓李一连 这是一个骂人队 笑替忠姓李一连 无耻啊 第二三四五六七 这 这是旺发 上黄昏下黄昏 黄昏时候不黄昏 东文章西文章 文章桥上晒文章 这是好队啊 前年老树唯一价 万里长江 坐浴盆 妙在 望江楼望江流 望江楼下望江流 江楼千古 江流千古 好 好啊 余先生这是出绝对了 映月景 映月影 映月景中 映月影 月景万年 月影万年 天座集盘星座子 神人阁下 好大的 地座琵琶路当思 哪人敢贪 哎 哎哎 路大人 怎么还不走啊 等着吃饭呢 若你们便能代表天下文人 那近日本宫就教你们两个道理 第一 不是得文人心者得天下 而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第二 以文立国固然中 咱更重要的 铁血手 哎 走走走走 殿下 纪九大人这次来是 自然谁来看你笑话的 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今日若是容忍他们 那这次是汉林院 明日便是太学宫 可以 对得不错 什么 什么 败了 不许这么废物吗 月儿稍安勿躁 区区一个废柴罢 何足挂齿 当年我能叫她母亲 从皇后之位拉下去 今日便能将她从太子之位赶走 母后 儿臣真的很想得到兰秦 可现在那个废物 却和兰秦来往密切 儿臣真的等不及了 也知道父皇的身体 闭嘴 这楚国使团来势凶寻 已连城我大厦五个大阵 想我堂堂大厦 竟无人能够给他们造成威胁 大厦已有力过 对这文糟糟的东西 可偏偏这能影响国运 便是这文人 与儿记住 这一次 一定要抓着机会 将天下文人的心 都拉了我到我的手里 三日之后 楚国使团即将抵达京城 这一次 我一定要叫赵成武 恨复地才能想想 这些天可把这些楚国人 给威风够了 十日之内 连胜十成文人 看来黄兄的夫人 是要不饱了呀 三弟喜欢吃饺子 我可是听说 有些人发了疯似的 想娶这位刁蛮公主呢 不过啊 不管是夏宇妃 还是莱青 都是我的 你 三弟 父皇让我们接使团 不是来吵架的 黄兄可是立了军令状 可别高兴得太早 我真的来了 公主你好 我是大夏的三皇子 我叫赵羽 你就是赵成 正是在下 你是配不上本公主的 识相的 赶紧解除婚约 不然 我楚国大区 公主你说对 她就是个废物 快点解除婚约 这一路走来 也算见识了 你们这所谓大夏文人 简直废物 怎么 我说的不对吗 公主殿下 我大夏百姓的脾气 我父皇早已囤离下水关 要战便战 何来废物 楚国使团此次来 是何事啊 此次前来所为二事 一 解除本公主 与你们废物太子的婚约 二 此次使团带来文豪使命 想和贵国来一次切磋 若是我们赢了 回还十年前 廊山一战 楚国割让的两座城池 看来楚国 没给我们留一点余地啊 十年之前 廊山一战 贵国 可给我们那被坑杀的五万将士 留一点余地了 怎么 你们大夏国 不敢迎接挑战吗 你们的太学宫呢 你们的汉林院呢 还有 你们的那个废物太子呢 儿臣迎战 不过 既然来都来了 就加个注 说说看 如果你们赢了 你我婚约取消 两座城池 奉还 并且 你送你来 大人不惨 陛下 千万不要答应他呀 太子 这是在那大夏当做儿戏呀 皇兄 难道你也为了美色 赠送国业吗 两座城池 我还是第一次见别人 上赶着给我们送城池呢 但如果 你们输了 我们怎么能输 我是说如果 那你们就要将 梁山 莽山一带 化于我国 而且 还要嫁给我作息 公主殿下 良心买卖 你要是不敢就算了 说我不敢 真是笑话 在我眼里 你们大夏人 根本没有一个能打的 鲁班琪 老臣在 鲁班琪 天下第一格物大师 鲁班琪 即使如此 老臣就出生一体 若下国能够解开 三日之后 才有资格 挑战楚国使者 此乃鲁班琪 半生钻研之利作 精妙绝伦 巧夺天功 你们下国 定无人可及 大人不参 所谓爱情 很有妙法 一群废物 大厦小地方 好用 父皇 皇兄既然应战 必然凶有城主 皇兄 你刚才不会是在吹嘘吧 如果输了 我们大厦可是要送出两座城池的 就这 这不有手就行吗 皇兄 此事事关重大 莫要任性妄为 不作死就不会死啊 看来太子之位要坏人了 这下是真的完了 这真是造孽啊 陛下 万万不可答应他呀 事已至此 这大厦 真的丢不起这个人呐 皇兄 快跪下谢罪 你身为太子 代表的是我大厦的礼念 如今你却气着脸面不顾 该当何罪 我说废物太子 你就别大放厥词了 不论是你还是下国人 都是出了名的窝囊 骗别人可以 别连自己都相信 这鲁班所致 我一生绝学所致 你若能解开 老夫愿以死明治 鲁班请放心 他一个废物太子 学不可 嗯 行 那你们诸位 我都看好了 这怎么可能 他竟然解开了 他竟然解开了 这怎么可能 他竟然解开了 这怎么可能 这可是武班所呀 是啊 他竟然给解开了 大脚太疯了 鲁班琴 你不是说无人能解吗 我不都说了吗 你这有手就行 那看把你们几个给下了 我你 你给我闪开 既然如此 三日之后 本公主应下来 本比武斗 一绝高下 好 这才是朕的好太子 赏 重重的赏 谢父皇 父皇 皇兄竟然为了美色 而堵上了两个琴尺 实属不止 不如稀释宁人 是啊皇上 笑人 这难道不可笑吗 我笑你们文武百官 魏战仙妾 今日 被人踩在鼻子上 你们还想着稀释宁人 这难道 不可悲 叹 笑吗 秦时明月汉时关 万里长生无畏 但使龙城飞降载 不叫狐马 杜阴山 好一个但使龙城飞降载 不叫狐马杜阴山 辰日之后 朕就看你的了 阿辰 灵旨 我都算被我等到了 漏电电子到了这里 被雷劈了 我是不是就可以回去了 你老天爷 你躲了 我受过了这没有手机的日子了 快来快来快来 快来快来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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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ños су 牛是牛 可是 太子不知 大多数人不看好你 今儿万花楼已经开出盘口 这太子的赔率实在是 万花楼 三日之后 太学宫 太子殿下跟楚国使团 太子胜赔率一比一千 楚国使团胜赔率一比二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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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就 是否不相信我们太子吗 他可是我们大胜部的太子殿下 这太子平时是个什么玩意儿 大家又不是不知道 这一次不仅比完 还要比武 他能赢吗 赢 大家住 这不是我们太子殿下吗 怎么 你也来买自己 好算计 皇上为了赚点钱 就让连脸都不要 稳赚不赔呀 来人呢 拿五百两来 买我皇兄惨败 赢了的钱 全部给皇兄用度 七弟 想买我书啊 本王恐怕是要让你失望 五百两 来我自己赢 你先 哪有钱啊 没钱啊 没钱啊 既然皇兄想玩 不如我们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单开一盘 怎么样 好啊 怎么变 既然当哥哥的有兴趣 那当弟弟的 就拿出所有家当 五千金 三日之后 若皇兄胜 这五千金就 有钱人这么多 就多我一个 可若是皇兄败了 那便再回这里 让我骑着 在这万花楼里 爬三圈 如 三日之期已到 比拼可以开始了吧 此次比拼 五局三胜 你想怎么玩 那就先从对联开始吧 好 再加 寒三千 竟然是寒三千 号称 对变天下无 听好了 寂寞寒窗 空手广 果然是寒三千 福提果然非同繁星 这七个字都是一个不少 又很有意境 难啊 实在是难啊 舅舅 殿下请 我对 俊俏家人 伴灵兵 妙啊 好啊 对上了 太好了 道者莫来 道者莫来 闲人免尽 闲人 又对上了 去不可 我出 一大桥 二小桥 三寸两连 四翠一 五侠六合 七彩分 八分九分 十信效 十九月 八分远 七个俊是六个环 五更四鼓 三生相 二桥大桥 好 好啊 接下来 该结束这一局了 我来出一个对子 看你楚国使团如何 简单 烟锁 金木水火土 五行 这是绝对 你们对不了 这么简单的对子 你快对啊 我对 炮阵海城楼 我对 我对铁横杀场风 这是什么 行不行 行不行 行 灯固青塔枝 你到底行不行啊 丢船也没有关系啊 认个书 不丢人 你说是吧 是呀 认书吧 丢人 下去吧 你们太欺人了 你小心啊 好一个阴素池塘柳 这 这是千古绝对呀 庄园 第一师先王青山 出来 这你们楚国 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啊 这王青山是 王青山 早就 诗词满天下 不是这 这分明是欺负人吗 这不是 今日诗词 我只做一手 且今日所做诗词 不许大下国 这等低级文人 这不误谁啊你 这什么 这超级人 太过关闻了 什么口袋啊 这么能撞 月黑燕飞高 陈鱼夜顿逃 欲将青旗鼠 大雪满宫刀 王先生 你这属于什么诗啊 鞭塞时都听不出来 真是足人 我就说他不行吧 怎么样 露馅了吧 这也算鞭塞 这也算鞭塞 你 青海长云 暗雪山 鞭塞 遥望 玉门关 黄沙百战 穿金甲 不破楼兰 终不还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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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梅酒 夜光杯 玉影琵琶 马上催 对我沙场君莫笑 鼓来征战 寄人回 好啊 好啊 君歌音唱大刀环 试灭胡奴 初遇官 止泻沙场 魏国死 何须马阁 果实环 好啊 好啊 此去原之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铜 王石北定中原日 佳继勿望 告乃翁 好啊 好啊 葡萄 是 你还擅长什么诗 风花雪月 这风花雪月 我们大夏的确是不擅长 但 我可以陪你 明月别之金雀 清风半夜明禅 道花香里说风年 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 两三点雨山前 旧时茅殿射陵边 路转西桥 呼吸 这好啊 这简直秒杀王青山呢 人今四月方飞进 山子桃花时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 不知转入此 你出来 千山鸟飞绝 万静人踪灭 孤舟梭丽翁 如吊寒江雪 好 好 怎么可能 不可能 你来队呀 不可能 来呀 下去 这是真的好儿子 好儿子 你算 如何不算啊 这些诗词 定然不是你做的 世人皆知 你是个废柴 对 定然是带抄的 皇兄 以前确实没有这个本事啊 宫主殿下 你这楚国使团一群人 挑战本宫义人 本宫可是毫无怨言 怎么 还耍赖啊 看来 这楚国果然是编水 刘尔伦比拼 太子殿下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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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让啊 第三局 我妙武斗 怎么 不敢了 成员霸 末将在 实际上是成员霸 听说他力大无穷 在战场上 从来没有过败气啊 这 太欺负人了 我跟你说 但凡武斗 生死不罪 太子殿下 这 咱们已经赢了两局 不如 上他们一把 就是 算 算了吧 你不是怕了吧 你们大厦没人了吗 草废 不如 归顺我国好了 你 你不要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赵成 不要去 他就是故意激你 你若是死了 对我们大厦来说 才是侮辱呢 我们堂堂大厦 有人了吗 皇上 老将 太子殿下一句 但是龙城非将在 不叫胡马杜音山 让老臣凶愧 将军 怎么 太子殿下 是个男人 就不要出尔反尔 你别欺人太甚啊 皇儿 皇儿 叫你呢皇儿 不不 去吧 不行 大哥叫你呢 大哥加油 行 我都可以 不过光是打打杀杀 多没意思 你想耍什么花样 抬上来 要玩 咱就玩个大 是男人 来油锅里 这 这是什么 殿下切我莽撞啊 陈将军 号称天下第一勇士 那咱们 今天就从这油锅里 捞出这个 前两轮文斗 这次武斗 怎么都在武斗 好 那你先来 我先来就我先来 他肯定是想 把太子的手烧坏 然后他就认输 张扯 你疯了吗 屈辱啊 真是屈辱啊 我大下锅 堂堂太子殿下 竟然被人逼得 有过老前 太子殿下 是他 是他在这个艰难的时刻 扛下了一切 太子殿下不敢了吗 说好的真正的勇士呢 对 真正的勇士 应当直面 淋漓的鲜血 妖女 没事 干你了 这不可能 你一定用了妖术 请问爸 你快点 要是怕了的话 算了吧 我有什么好怕的 我是天下第一勇士 我的手 这不可能 为什么废物太子没有事 太子殿下胜 好 好 天下 定下五局三胜的规矩 果然 今日太子召成一人 完胜楚国使团 公主殿下 这梁山莽山二镇 我们什么时候过去接受啊 对了 我不喜欢你的发型 嫁过来之前 记得换个发型啊 你 痛快痛快 吴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次比拼 着实阵务大下国威 太子鞠躬至为 诸位爱卿 该如何赏太子才是啊 父皇 今日皇兄表现惊人 真乃我大下之福 儿臣 有个不顺悸 皇兄凭一己之力 将廊山和莽山 从楚国那边夺了过来 不如赠送给他作为领地 这赵羽果然狠毒 想从楚国手中 拿这两个阵 难上叫难 只怕楚国 宁可开战都不会给 赵羽这是要 借刀杀人呢 承儿 你觉如何 阿臣 定会将封地 治理妥当 既然如此 皇山梁山两阵 即日起 朕事务都归太子所管 另外 朕还要让太子一块 免死 圣青刚见 太子遇事 可便宜行事 谢主龙恩 哎 你手没事吧 嗯 小六子让我转交给你的 是什么 那个呀 是来自未来的东西 想知道的话 就 淘气 季九大人放心啊 本宫说你是太子妃 你便是太子妃 谁要当你的太子妃 兰庆想要的夫君 可是天下无双 文武双全 我今天还不算文武双全啊 今日那些诗词便不说吧 定是你花钱买来的 就当是买来的 季九大人 赌注该对象了吧 真请问一下 啊 来 也行吗 殿下 公主的公共闹了 这么快 走 没想到他竟然赢了 母后 现在照成这家伙身亡很高 很多人都觉得他是真命天子 这样想 今日你提议让他接收二镇 就是明智之趣 只要他出了精准 他的死活 就由不得那块免死金牌了 我好英明 这个蠢货 还以为自己得到了多年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东宫太子 今日太学功 永会楚国使团 养我国威 功在社稷 赏莽山郎山二镇 于东宫封义 赏圣青钢剑 剑青钢剑 如阵秦林 赏免死金牌 令太子一月后 出发接收二镇 亲子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太子 甚得陛下恩仇了 恭喜恭喜 同行 同行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接纸啊 没了 没了 这 不是公公 这一路路途遥远 周车劳顿 公里 不给个车费盘缠 钱呐 啊 这个 真没有 对了 圣上口语 大下国库空虚 连年赤字 故此次车费盘缠 由太子 亲自解决 亲此 不是 这是青年 别太离谱啊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支付给您的顾问费 三千两 您点点 您客气 您慢走 殿下 您这钱来的可真容易啊 天下谁的钱最好的 当然是有钱人的钱 一个月后就要去开府立院 途中打点 起码得一两万嘛 所以 我开设一对一 商业思路授课 为这些商人们量身打造 商业发展机会 限量十位 岂不可施 施不再来 这一晚 那不是分分钟的事 还好殿下您经历 上次楚国史诚一致之后 殿下天下文明 才有人愿意付这个钱 不然 这些商人们 早就告关 说您抢钱了 你懂什么 这叫超前经历 下一位 欢迎光 什么 两万两 没办法呀殿下 这是礼部那边 给出来的预算 这都好敌是懂剥削的 殿下没什么事 我先下去了 下去 我还是想看了 这次出行的场子 这两万两 做一辈的时间也不够啊 您十个名额已经用完 总不能让他们 再给十个名额吧 那怎么可能 我要是再卖十个名额 先签那些买我课的商人 不得包吃了 殿下 这可不能卖 这是御赐之物 多少有点可惜了 小六个 咱们账上现在的情况 你跟我说说 咱们东宫现在 仆人十个 管家一个 家丁十个 马夫八个 园丁五个 丫鬟十个 千丁卫两百 总共奉路就是五百两 行行行 闭嘴 千丁卫 千丁卫 去把千丁卫叫来 殿下 这是又要做什么呀 做什么 保宅 这个太子 竟然能赢了 楚国使团 不对劲 不对劲 殿下 赢了又能如何 他现在依然是举步维艰 一 这蟒山 狼山两地 楚国肯不肯给 二 听说这太子殿下 连车费盘缠都凑不起呀 若是这样 他便逃不脱 抗旨不尊的罪过 殿下依然有机会呀 若我猜得不错 上次赌局的五千两 他定然忍不住 今日便来逃走 这钱绝对不能给他 当然不能给 而且 殿下 还可以坑他一笔 哦 说 好 就这么办 哎呦喂 这不是我的太子哥哥吗 怎么 这是刚刚明镇大夏 就忍不住想来万花楼 潇洒一番吗 好说好说 弟弟我这就安排 今天免单 少废话 之前的赌局 你还记得吗 太子哥哥这说的是什么话呀 愿赌服输乃我男儿本色 行 废话少说 五千两拿来 我的好皇兄啊 弟弟实在是很穷啊 不是弟弟不履行赌约 实在是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啊 呵呵 有事好皇兄 无事废太子 这个老七真的是个老六 老六啊 不 老七 这赌约 可是有这么多人见证的 想赖账 可是说不过去 弟弟知道哥哥最近缺钱 赶着筹钱去上任是不 但是 咱就是没钱呀 穷成这样的太子 还真是第一次见 太子殿下以前赏花魁的时候 从不理责 动辄都是五百两一千两的 这下慌了吧 当然 太子殿下能求求七皇子殿下 说不定七皇子殿下 能帮太子想想办法呢 赵醒 这是完全不要理啊 是吗 皇兄这是说的什么话 小弟最近确实是亏了很多钱 这五千两可不是小数目 一下子拿不出来 也是情有可原不是 我不管您有什么办法 变卖家产也好 借也好 五千两 一文不少 今儿必须给我 太子哥哥你 变卖家产 变卖家产 要不这样 五千两 这万花楼 您拿去 如何 为何不可 有点脑子 太不多 这万花楼 可是京城数一数二的情楼 也是赵醒手中最大的产业 肯定有可动 就看我拿的是不是逆袭难度的剧本了 谢谢 去年我外国的商人想要出一万两买这万花楼 他能是没有卖 今日他五千两就抵债给您 这其中必然有诈 更好奇了 什么坑能让赵醒花这么多钱呢 不瞒皇兄啊 这万花楼 小弟是真舍不得呀 这才刚刚花钱装修过 就连没你也都是新进的花魁呀 都说到这个地步了 再不要 真的不离忘了 您要是觉得 好 说什么 我说好 就拿你这万花楼 抵着五千两 你糊涂啊 殿下 追嘴一言 四马难追 回头契约 我派人送过来 弟弟先告辞了 祝皇兄生意兴隆 再见 这 殿下 这个傻弟 八百个新眼子 他是一个都没有 就差把我有问题写在脸上 吩咐下去了吗 殿下放心 从明日起 不 从今日起 全京城的酒水 太子殿下都必须拿到一坛 好 殿下 好糊涂啊 行了 别再说了 本宫自有过墙梯 告诉老宝 正常一 哎 孩子殿下 不好了不好了 出大事了 怎么了 七皇子刚走 那些酒庄 就要终止跟我们的合作 在这儿等我呢 你还不明白吗 这青楼的行业 都是他们说了算呀 他今天家这万花楼卖了 明天就能买个千花楼 这花魁供应 酒水供应 都是他们的老本行 你说你又没钱 又没人 怎么跟他们斗啊 你多冒昧啊 我 经营类游戏大佬好吧 就没有我赚不到的钱 哎 殿下又在说人 听不懂的话了 殿下 咱们店里的酒水 只能维持三天 哎 殿下 今天我是 真仙十一位 咱们店里好 绝无二仙 别紧张 别紧张 既然这样的话 你就详细地告诉我一下 这万花楼的经营情况吧 没事 坐下说 慢慢聊 太子 咱们这个万花楼 问题真的是太多了 你们别怪我 我实话实说啊 您啊 真是不应该 接下这个烂摊子 这根本就是个圈套 第一个问题 就是酒水 京城有四大酒水商户 都是七皇子的人 如果是断了我们的酒水供应 那咱们这个店 每天都要空气 二 就是客源问题 刚才这位小哥也说了 表面上七皇子 把万花楼给了你 但明日他就可以 再开一个千花楼 七皇子手中的资源 太多 太优质了 咱们根本就斗不过他们 三 我再多说一句啊 殿下一个月就要去莽山了 这一个月实在是太长了 现在想要将万花楼变现 也不止五千两啊 甚至在七皇子的打压之下 恐怕会越来越贬值 母后 您听说了吗 怎么了 那个缺心眼太子 又掉坑里了 哦 他被老七给算了一刀 五千两 买下了万花楼 他不会以为 他接手了这万花楼 就能赚钱了吧 我就说了 他根本就没有长进 不用忌惮 看来他这次跟使团比斗 也只是赢得狡信 这样的敌人 不足为据了 一个月之内 他若是无法启程 那他这太子之位 肯定也是保不住了 老七也是豁得出去 这次 我倒要好好看看赵诚的孝 七皇子马上又开了一个蓝香班 这七皇子是要将太子殿下 往死里逼啊 谁让咱们的太子没脑子呢 听到了吗 这就是所有人对你的看法 没脑子没脑子 你接着烫手山鱼干什么 放心吧 我养得起你 赵诚 我在跟你说正经的 少跟我嬉皮笑脸的 一个月之后 你要无法启程 别说太子之位 你命都要没了 一个月臭臭有余了 怎么都够 你现在还在吹牛 还有啊 七皇子的蓝香班三日之后开业 你又停业三日 你是非要跟七皇子对着干吗 吹不吹牛 三天之后你就知道了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上 不对着干还能怎样 要不咱们也来个多元 若是本次 本宫侥幸又有 那咱们就 就一个月的时间 你真不怕死 我堂堂大下国的太子 定不会死在这种低级生态 男人要死也应该是 马格果实 力不是功勋 好 我答应你 答应什么 刚才的赌约 我答应你 如果钱实在凑不够 就把这些东西变卖了 我只能帮到这里了 我这算是迎娶白富美 走上人生巅峰了吗 王老板 您无论如何给我们云点酒啊 这样 我们出高价 我出两倍的价格 两倍的价格 帮帮忙啊 江湖救急帮帮忙好不好 崔娘 这么多年交险 我就劝你一句 赶紧离开万花楼 别跟着掉坑里了 你什么意思 太子殿下好大的威风呢 您不至于拿着您的圣青钢剑 来抢酒啊 怎么说话的命 我万事酒行 可是陛下清点的皇商 太子殿下 怕真是动了 好 过几日 可别来求我 求你 我没听错吧 走 废物 一个个都是废物 竟然输给了那个废物太子 信给父皇送出去了吗 禀告公主 送过去了 父皇定然不会轻易 将蒙山梁山二镇交给夏国 他们不配 我也绝对不会嫁给赵成那个王八蛋 公主殿下 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那个赵成 被人算计了 这下 不仅不能去携唤二镇 怕是太子之位 也保不住了 如此一来 公主的婚约也就自然解除了 出去 老板 帮帮忙 哎呀 快快快快 老板 回去吧 三日之后 这四家酒商 不会再有意见 号召所有在下国的楚国人 三日之后 都去捧蓝香班的场 谁敢去万花楼 杀无赦 诸位客官 前三天免费 千真万确 蓝香班开业 只要当日来我蓝香班 不仅酒水免费之外 勤于开销 一律免单 这么大的优惠 这万花楼还玩个屁 不去了 是啊 万花楼使定了 竟然全部免费 这次的花楼一个比一个漂亮 我的心都痒痒了 赵诚 我看你怎么跟我斗 殿下 您说这可怎么办呢 咱们穷 烧钱是烧不过造型的 所以啊 咱们要另辟蹊径 你们要多点耐心 多点信心吗 来 钱 到了 咱们还有三天的时间 时间解任务中 下面我来安排一下工作内容 孙女 你去全城找那些粗酒来 不要将眼光举陷在四大酒 有多少要多少 全部都买来啊 不是 这些粗酒的 口感都不一样 你听我的做就行了啊 小六子 再去取些笔墨指研过来 对吧 哎你们现在也别闲着 把这店里都装饰装饰啊 过来 啊 姑娘们快呀 殿下放心 咱家的姑娘们 水准还是很高的 是吗 有多个 记住 从今天开始 你们谁都不允许 搔手弄姿 不许给那帮男人陪笑 谁都不许穿着这么暴露啊 也不许给我玩那些银瓷烂掉啊 这这这些衣服 扔掉扔掉扔 哎呦殿下 咱们这可是青楼啊 青楼怎么了 谁说青楼就该是 藏无纳过之地啊 你们放心啊 我会让你们挣钱 而且是站着把钱挣了 咱们主打的 就是站着把钱挣了 哦 殿下 咱们在万花楼的人 传来消息说 赵承完全就是那瞎搞 他让花魁们脱掉华丽的衣裳 穿上普通的乳裙 不准浓妆艳魔 还不给唱那些小曲儿 还不让 陪笑卖弄风骚 竟有此事 我这皇兄是要开青楼 还是要开尼姑安呢 恭喜殿下 贺谢殿下 哎呀 还以为他能跟我比上那么一 无趣啊无趣 还有两日半 开业之时 便是他败运之日 走 去看看我那废柴皇兄 我说了 不要有这个动作 优雅 你这个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要高级 好好好 好久没见啊皇兄 这是在干嘛呢 这是带着这么多尼姑 在做法呢 你来干什么 哎呀 留给皇兄的时间不多了 你与其在这里这么乱搞 还不如让我骑着 绕万花楼三圈 酒水的事情嘛 一切好说 皇兄 想清楚了就来找我 不耽误你们继续做法了 咱们继续练 继续练 优雅 优雅 大公告成 殿下 你做这么多啄酒干什么 来这里的都不是缺钱的啄 这酒啊 连他们的狗都不喝 他们要喝的是好酒 谁说我们没有好酒 谁说我们没有好酒 翠娘 本宫可以信得过你吗 当然 翠娘以人头丹吧 好 那今日就让你看看 什么是真正的好酒 小六子 哎 正好 给他尝尝 殿下 这可是好酒啊 好喝 这仅仅是我喝过 最好喝的酒了 咱没白忙活啊 给我来 给我来 来 别想我 我 行了 这酒度数很高 咱们待会还去工作呢 新娘 现在信得过我了吧 殿下 您真是活神仙 光靠这酒 就可以击败他们 要击溃 就彻底击 小六子 带着咱们牵牛尾 加班加点之急 记住 谁要是泄露这些 杀无赦 是 还有一天了 这万花楼还是闭门不开 看来真是人输了 看一看 看我兰香班那边多热闹 坐无虚席 殿下 走走走 别管他 新来的那些姑娘 简直是 走 走 七弟 近日可好啊 这不是我的好皇兄吗 什么风把我皇兄给吹来了 难道是 想开了 想投降认输了 没想到太子 也会登门认输啊 现在败局已定 回天乏树 认输 笑话 我就是来看看你们这兰香班 有没有出售的打算 我说三下俩 黄兄在说什么 是我听错了吗 先来尝尝 我这兰香班的美酒 什么东西狗都不喝 赵超 你别气人太甚了 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 行了 把我的好皇兄给请出去吧 谁知道他今天来有什么目的 说不定是来打算消息 太子 我自己有腿 七弟 我说的话你考虑一下啊 做这种马尿生意真不如把店卖过 慢走啊 怎样了怎样了 有消息了吗 小姐 这万花楼酒水明明进不到货 还要打酒水这张牌 这下好了 被兰香班治得死死的 这个怎么办 不行 我要出去 可是 清儿 你想干什么 我 我 赵绳这次败局已定 太子之位定然不 很有可能丢掉心 不管你是为了什么 都不可以和他走得太近 父亲 父亲 去 我 这三日 小姐哪儿都不许去 就看好了 是 是 殿下一直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 进去吧 殿下我们进来了啊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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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明白了 明天能不能赢 全靠菜了 来来来 给我起来 哎呦 怎么坐在这儿了 四娘 我只说一遍 你记清楚了啊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万花楼采用会员分区制服 一楼的大部分地方叫 雨室浮沉 雨室浮沉 这个名字好 很符合那个气质 那一楼靠近楼梯的地方叫富贵人家 酒呢 自然要高级 好 二楼第一个房间叫醉花音 第二间叫莫尚丧 第三个房间叫听雨轩 一楼的雨室浮沉 所有人都可以进 而富贵人家是会员才能进 要想上二楼 除了会员之外 还必须当日消费三百两 还要完成我的题目 殿下神了 题目答不答不重要 重要倒是 这三百两银子 咱们稳赚了 这就是会员之 真以为免费就能揽客吗 青楼消费最多的人 那不是富商就是公子哥 他们缺的是钱吗 不 他们缺 是逼格 逼格 那不重要啊 从今日起 单笔消费一千两以上 自动成为会员 而且啊 每月必须消费二百两 才能保持会员的身份 我要让这会员制 割光所有大厦韭菜 我已经设置好各种题目 就等明天开业了 等一下 你喝茶 记住了啊 这叫饥饿营销 饥饿 越饿越花钱 不管付出多大代价 他们都无所谓 对了 我们还有个抽奖 每次消费满五百两以上 就可以获得了一次抽奖机会 那奖品呢 花魁限定画像 随便 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改 叶变模式 这老顾客带来新顾客店里消费 满五百两 我们就分别给予他们一百和三百两的消费免单额度 免单不行 哎呦做就行了 总之 我们的口号是 站着挣钱 站着挣钱 你个老溜 还想跟我斗 听说这万花楼今天开业 咱就在这看看吧 太子殿下 怕是被这些顽固和文人的口水给淹死了嘛 诸位客官 稍安勿躁 稍安勿躁 我们万花楼将在今晚正式开业 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仿佛置身于天上人间 还有就是 我们现在采取会员制度 凡是在这消费满一千两的顾客 那么你们就会成为我们的VIP会员 多少 一千两 殿下 太子这是想钱想疯了吧 万花楼连酒水都没有几台 他就是想欺骗大家 不要上大 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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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搞什么 瞎搞一顿 你怎么这么狼狈 不会是被宰相给软禁了 你偷跑出来的吧 你 不想跟你斗嘴 你快跑吧 为什么要跑 什么为什么 我和金花妒忌孝位是好友 你乔装打扮一番 我可以把你送出城去 有多远就跑多远 别再回来了 放心 我不会输 清儿 我不仅不会输 我还要三输六聘 把你取进门 好了 你别担心了 让我们邀请七九大人 到二楼厅玉璇 跟我品茶喝酒 顺便再看看你的夫君 是如何赢的 如何 好 好 走你 走你 大爷 进来玩儿呀 诸事九行道 我看他赵成怎么跟我斗 出国使团道 和兰香般开业 只要赵成能输 我帮你又如何 公主怕不是一爱生恨吧 没关系 输了也没关系 给你看个东西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我心愿你的意思 太子殿下 大人真不担心 我在等一个人 什么人 一个懂酒懂美 懂琴棋书画风花雪月 懂人生之人 你真的跟以前很不一样了 祭九大人 人总是会成长的 来 这酒 来客人了 这便是太子殿下的青楼吗 冷清啊 冷清啊 多少有点冷清啊 大人 啊 怎么是他啊 你 你早就安排好了 哎 小六子 我现在已经不是太傅了 哎 当年因教育太子失职 被陛下至罪 现在就是个老头子了 那你也是太子殿下敬重的老师 快去 上脚 顾老先生不愧是天下第一酒嫌 是我对不起老师 不过 我会让老师知道 他的学生 当得起太子 顾某今日是为了太子信中所说 天下第一美酒来的 那 正好 您老可来对了 请 一个青楼 竟然没有俯首弄姿 卖弄风骚的人来大厦风景 这酒清澈如水 酒味醇厚 还未下肚便知是绝世美酒 好酒 天下竟有如此之美酒 老夫死而无害 来 太夫大人 好酒能力 借我贪杯啊 你懂个屁啊 可是太夫大人 这个酒并不是我们这里最好的酒 这种酒 这种酒 是我们这里最差的酒 还有更好的 当然了 二楼的酒更好 走走走 快带我去 且慢 按照我们万花楼的规矩 要不花钱他可以成为会员 否则呢 就是参加活动 在这个投户游戏中 将剑尸投入湖中 风格上楼 好个太子殿下 真是出息了 顾某没钱 顾且去头上一头 都听说了吧 大学是顾风去了万花楼 什么 酒仙顾大人 他去万花楼干什么 万花楼哪里有酒 你们还没听说呀 大学是顾风 在万花楼喝风了 说是万花楼的酒 是天下第一枚酒 最新小心 大学是顾风 想用提字来换酒 却被自己原先的学生 害死殿下 无情地拒绝了 是啊 不仅如此 顾大人还号召自己门下 全部学子 都去万花楼投补 帮忙换酒喝 现在还有这种事啊 咱们过去看看 走走走走走 给我上 都给我投 一定要上二楼 我要隔着万花楼的醉花音 这投不进啊啥 人翻投 我就不信了 这么多人都投不进去 快点投 咱们都是文圣 又不是武将 做起什么呀 赶紧投 快走快走快走 太子呢 太子呢 太子你给我出来 把自己老师玩得团团转 可这有你的 顾老师最喜欢的就是青触于蓝 今天啊我是利用老师的声望 但又何尝不是给他增光呢 嗯 此话倒是不错 自从顾大人被贬到太学宫 一心做学问 无心仕途了 正所谓赛翁是马 言之非福啊 殿下殿下 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有一万五千两金账了 大金小怪 大钱还在后面呢 去吧 这酒香 我的天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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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喝酒 小二上酒 哎 哎 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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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哪有酒 不是说没有酒吗 哎 哎 这废物 这废物 哇 真香啊 是啊 哎 哎 哎 投不进哪 哎 哎 你来你来你来 投啊 往里边投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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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哎 哎 唐 还愣着干什么 快去给我买酒 是 我队上了 我要开会员 我要醉花音 莫少桑 快给我提 这不是绝对吗 他不是才子吗 为什么下国人 队上了这么多 而我们的使团 都是吃干饭的 酒 我要喝好酒 我也要喝醉花音 是 小的马上去开会员 谁能告诉我 这是怎么一回事 谁 这不可能啊 整个大厦都没有这种纯度的酒啊 是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不可能 就也跟我说不可能 如今这酒店出现了 还有什么不可能 查 我查清楚 这酒哪来的 是 是 愣着干什么 去呀 对 那 是 是 废 哎呀 你能不能干点正事啊 啊 不要 不要吃米尔米清肠 殿下 发财了 账房那边说 现在有两百人 两百人开了会员 而且人数还在增加 贺喜殿下 两百个人 一人一千两 我的天哪 这还差得远呢 最起码 要搞个小目标吧 啊 对吧 加油 继续 我要上二楼 那你上 小儿过来 哎 来了 这是银票 我要上二楼喝酒 这不是王公子吗 王公子还真是大方呀 不过你要是想上二楼呀 可不是有钱就能上的 你说什么 花钱都不能上 我出一万两 还是不行 两万两 王公子都说了 和钱没关系 三万两 五万两 五万两 五万 王公子 先稍等片刻 我去去就来 快去快去 去 太子太子 外面已经出到五万两了 咱就不能改改规矩吗 忍住 只有守住规矩 才能赚更多的钱 什么叫饥饿营销 去忙吧 哦 醉花音 醉花音 我就要上二楼喝醉花音 诸位客官 今日要想喝到这醉花音 规矩只有一条 便是赢过我们的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你在说笑吗 真以为会对几个对联 更厉害了 对啊 汉子殿下 是觉得他能胜过这天下文人吗 是啊 今日的题目 是以乐问及 如果诸位能胜过 自然可以喝到醉花音 凌月几时有 八九问青天 凌月几时有 八九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我欲成风归去 又恐穷楼欲语 高处不胜寒 转诸葛 低其酷 照五年 不应有恨 何事长相别识缘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缘缺 此事五男权 但愿人长去 千里共谈缺 你的唱 又是一首千五绝唱啊 好词 好词啊 这怎么可能比得过啊 陛下 老夫冤枉啊 如此太子 怎会得不配位 今日的醉花音 不合也罢 太子的文才 已然胜过老夫 千里共缠绢 原来这家伙和我们还没使出全力 哎呦殿下 您可算是醒了 怎么了这是 您怎么睡着的 我这一个晚上都没睡 钱太多了 完全数不过来 发财了 殿下 你也没睡 纯利润 四万两银子 这么多 一两银子等于八两银子 这就是说 我一晚上就挣了三千钱 这要是给我带回现代 岂不是直接变阿里巴巴 这文化楼 是我们大家一起的 有钱 我们一起挣 加油 赵成 你赚钱的同时 也要注意一件事 沐秀于林 封闭催止 你是谁 干什么的 太子殿下 我们是不正私牙医 听有人举告 说你们万花楼 有人违反了大厦律法 私自酿酒也有罪 太子殿下 您应当熟读一下大厦律法 在大厦对于酿酒商户 管制慎言 若有人不经许可私自酿酒 当以汉土罪处置 什么 人呢 把你给我带走 是 你们别碰我的酒 看 这是我的酒 都是我的 我的酒啊 我的酒 就是你私自酿酒对吧 带走 还谁敢动他 太子殿下 您不要让我为难啊 没有追究到您身上 也是不想让您难堪 带走 走 殿下 殿下 好好好 还是老师您有手段 这下 这下我看他照成几万 殿下 要学会以笔之矛 共笔之盾 他不是靠酒打败你的吗 那你就用酒来反噬他 学生受教 太子完全就是一个愿投轻 他不知道这酒一出来 得罪了多少人 影响了多少人的利益 这次我看谁能保他 废了他 废了他 这一次就是不死 也得扒他一层皮 好 一定是有人搞我 大夏的确不许私自酿酒 殿下 没了 一谈都没了 不能让小六子受罪 这酒水也不能断 万花楼的事一旦造起来了 酒水要是断了 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那怎么办 去不证私 其实无论如何 也要把酒水拿回来 赵成 你切莫冲动 酒水直视牵扯太多利益 他们就等着你入局呢 事已这次 我都不去了 需要喊青牛尾吗 不必了 那不是太子殿下吧 他在这里干什么 万花楼昨天可是转疯了呀 你们都不知道吗 万花楼多久 昨天都被罚霉了 什么 什么 这下太子殿下可记不过了 这下好看了 金华不证使曹剑 见过太子殿下 不知太子殿下这次 告语 听说了吗 不证私把太子殿下的酒 给罚霉了 太子殿下去不证私闹事了 真的假的 殿下 太子这是吵死啊 殿下不去火上浇油 我去看看 快给我更衣 我要去不证私 母后 好消息 今日不证私伐没了赵成的酒 他就打上了门 我看他这是要打算自寻死路 果然是个没脑子的家伙 你去看看 想办法让他将事情闹大 启禀陛下 太子殿下见识 因私心酿酒没抓 殿下也冲到不证私去了 恐怕 有本事挣钱 没本事保护自己的人 陛下 那 去吧 今天又是一场腥风血雨 是 哎呦喂 今天这不证私可真热闹 皇兄 为何 曹大人 公事公办 无须担心啊 没错 在我大下国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就算我赵羽 与诸位皇子犯错 也该按律处罚 曹大人不用在意我的关系 一起按律法来办即可 这 丞相大人也来了 他不来 也没办法 太子殿下垂谷状告不证私 确实有点冲动啊 太子殿下不来 这万花楼就得死啊 皇后驾到 这太子也太没有人缘了吧 但凡有一点机会 不可不得把我给弄死 这 危险 陛下驾到 五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 不用管朕 朕只是来看个热闹 话说状告不证私的 朕还是第一次见他 确实第一次 有意思有意思 没想到告状的竟然是朕的太子 早见 是吧 下棍仔 记住 一定要以公平为法 在大孝国 没有人能 驾于律法之上 来者何人 所为何事 东宫赵成 为的是 布政司强闯万花楼 带走万花楼百坛酒水之事 无地放逝 布政司怎会行强迫之事 以万花楼私自酿酒 违反大厦律法 东宫赵成 你可知罪 没错 这个我可以作证啊 这万花楼私自酿酒 正如山 在大厦国私自酿酒 确实是重罪 等二 你可曾私自酿酒 等二 你可曾私自酿酒 没错 认罪了 太子这次 确实有你过分了 这又承认了 这殿下的真刚啊 在大厦里私自酿酒 是死罪啊 混账 你在挑战大厦的律法吗 父皇 国家是需要发展的 时代是在进步的 若昨日的律法 不符合今日的情况 那这律法 当改 则改 大逆不道 太子殿下 竟然口出如此大逆不道计 父皇 快敢将他打入天牢 放肆 在大厦国 律法便是天子的威严 你 这是在挑战天子的威严 论罪 当中 是啊 太子 你此可视我大厦律法如无 太子 难道你真的想做天牢吗 父皇 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 哦 这大厦国 为何不允许民众私自酿酒 这还用问 酒 乃迷失人心之之物 若衙门不加以管制 百姓饮酒 必有节制 我大厦徒弟贫瘠 若用过多的粮食来酿酒 那 会饿死多少人呢 若用过多的粮食来酿酒 那会饿死多少人呢 丞相的这一番话令我茅塞顿开 可是 据我所知 今年大厦国国库亏空 财政赤子 而酒水生意偏偏利润极大 为什么我们不大力发展这些行业 而是要加以抑制呢 所以 在我看来 这就是不正私的辞职 你 你你 太子殿下 巧词多利 父皇 良想不够 就要想办法增长 而钱财不够 就要发展商业 这才是发展之道 倘若无钱无粮 却又打压商家 这 难道不是不正私的无能吗 所以 今天 我一告不正私调查失职 罚没我的酒水 二告不正私 不私进取 积压百姓 太子殿下 你的意思是 我这个丞相 我称职了 是 你 大胆 大放厥词 国家政 岂是你个黄口小儿 就能口出狂言的 你还只是太子 这就想越过陛下 治理国事了 这老我 挑拨离间是好手 我都要给他鼓掌了 坐在 花众你 陛下 太子殿 徐叔 说出一个所以然来 朕 饶你不死 要是说不出东西来 那可就别怪朕 孤独狮子了 儿臣认为 大下国之所以国库空虚 最大的原因 在于没有找到自己的优势 不能集中发展 黄口小儿 也敢忘谈国事 大下土地贫瘠 是和重养的作物 类型极少 正是因为如此 才更不应该将粮食 用来酿酒 丞相大人所说 治标 不治 大下的整个方向 都飘 放肆 太子你不要威严耸听啊 丞相大人的国策 岂是你可以妄议的 打肉天牢 打肉天牢 解军 父皇 既然农业始终发展得起来 就更不应该重农一伤 扬长必断 才是国策 太子 你太放肆了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重农一伤 是大下宗庙的设计之本 父皇 皇兄今日真的是太放肆 又说律法要敢 又说国策方向不对 这 这次楚国使团咄咄逼人 难道 诸位还不能清醒吗 混账 陛下不要动气 来人 害子无德 打入天牢 人生自古 谁无死 有去担心 赵汉青 父皇 你若还是觉得忠言你 那你大下 可就真的没救 好 好一个人生自古 谁无死 有去担心 赵汉青 好事好事 孩子竟要如此羞怀 陛下那天命之子 当羞怀四海 为何不能听殿下 将话说完 这大下国 是该变一变 国公平身 谢皇上 父皇 这就是你教的好学生 太子 朕允许你说完 谢父皇 十年前 楚国只是个蛮荒小国 而仅仅十年 楚国便可以在我们 大下国横行 无人敢阻拦 这是为什么 你 我们不谈什么变革 也不谈什么变法 从根本上讲 楚国人务实 楚国位于四战之地 土地肥沃 农业是他们的根本 他们将农业的价值 转换成国力 这才是他们所追求的 他们将多余的粮食 通过水路卖出去 换成钱 发展国力 这就将顺势而为 再说回我大下 从地理上讲 我们的土地 不如楚国肥沃 而水路呢 也不如楚国通畅 旁边还有蚂蚁 仆人 对我们虎视眈眈 我们 可谓是在夹缝中 生存了 但换一种话说 我们大下 四通八达 不航 交通便利 有益于运输 这便是老天爷赐给我们的发展机会 继续说 这就要说回关于酿酒的律法 父皇 为何我大下文武百官们 都没有从这酿酒中看到商机 反而要加以抑制呢 父皇 儿臣斗胆起立 若是将酿酒的事宜 交给儿臣 则每年将为朝廷增加赋税 千万两 千万两 陛下要三思啊 此乃国之根基大事 陛下不可 陛下三思啊 粮食乃国之根本 万万容不得胡来啊 父皇 大下缺粮 请务必三思 御夫 大下为什么缺粮 就是因为有你们这群御夫 不懂便通知 你 大言不惭 老乘 你真的以为你自己可以一夫当官吗 难道整个朝廷都比不上你吗 一年千万付税不够 每月百万如何 陛下 百万呢 没有问题 此话当真 太子你可要知道 我们大下国的财政 几年来都入不敷出 父皇 儿臣愿力生死状 若父皇将酿酒事宜交给儿臣 则每月将给朝廷增加税收百万两 若是做不到的话 儿臣以死谢罪 就现在大下大煞将轻的状态 一年增加千万都是痴情妄险 何况每月百万 那更是不可能够 太子也太胡闹了 这是完全自己给自己下套 往里钻呢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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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如此 那朕也准了 不过 朕只给你一个月时间 在这一个月之内 绝对不能把大下搞得乌烟瘴气 不然 朕的江山 不可乱 朕的太子 可随时更换 儿臣遵旨 赵城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现在酒倒是送回来了 可是 你又 这没有酒水也是死 完不成敷水也是死 杭树都是死 这是一场战争 没有硝烟的战争 只有你足够狠 别人才会畏惧你 只有不放过 每个前进一步的机会 我们才能翻盘 可是 亲儿 不必担忧 我知道 现在的京城对我来说 到处都是敌人 到处都是埋伏 但是这种 绝处逢生 如履薄冰的感觉 满足啊 这就是人生啊 那接下来 既然我有了这个东西 如今这精华 怕是要热闹起来了 小六子 上次安排你打听的 问清楚了吗 殿下 四大九生的祖坟 埋在哪里 奴才都打听清楚了 你这是在努力和用技之间 选择了做法呀 殿下 难道不是去断了 他们的祖音吗 缺德可以 不能缺心眼 去召集千牛尉 抢钱 丞相大人 陛下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酿酒这么大的事情 冤契交给 交给那个 是啊 朝圣的政务 还是丞相你说的算的 陛下 陛下呀陛下 你还嫌如今的大下国比其他国不够示威吗 士大夫贵族外戚地方门法 如今您也想进来插一手 真是可悲呀 你还真不怕大杀将亲呢 太子殿下 您这是要干什么 是想公器私用 报复老朽吗 大胆 区区一个商骨 见到太子殿下竞不下跪 你就不怕掉脑袋吗 黄老板是有恃无恐吗 太子殿下 老朽我 可是丞相的 真以为你自己是谁 本宫只是秉公办事罢了 有人称 在你皇室买到了未若白水的酒 黄老板造假酒的事 丞相可知情吗 皇室造假 扰乱酒水市场 即日起 取消皇室酿酒资格 罚莫家产 什么 你敢 你敢 怎么 本宫为什么不敢 你 就怕丞相找你麻烦 黄老板怕是忘了 这大厦姓赵 赵成 丞相大人 绝对不会放过你 什么时候 我大厦的太子 要怕一个丞相 什么时候 区区一个乡 竟敢拿着棍棒跟本宫对质 什么时候 精华如此混乱不堪 今日圣青刚建出 此乃天子亲赐 上斩昏军下批刁民 我便是代表着陛下 代表着大厦 赵成 何必如此 我爹 本宫说过 本宫说过 这本就是一场战争 这些酒伤代表 是他们背后的势力 怎么 只允许他们搞我的万花楼 不能让我报复回来 可是 黄家是你们成相府的人 本宫等着 你猜 你爹会不会来 你就想用这样的手段 在一个月内 搜刮百万两 季九大人 是这样认为的 那本宫的效果 就达到了 这一步 他们注定会输 母后 不好了 黄家被拿下了 被罚没了五十万两家产 还关闭了酒坊 这来说 愣是没有管这件事 母后 接下来可就是钱家了 不是 我要外祖家 绝不能让 闭嘴 羽儿啊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这事已经不是 由他太子一人 在解决了 他就是在拿 父皇的青刚剑 为虎作娼啊 为虎作娼 难道你还看不出 这其中的深意吗 这大厦还是有皇帝的 你 老爷 皇家被抄了 什么 丞相大人 这事不能容忍啊大人 有一有二 就会有三有四 哼 不然怎么办 难道你们还没有看出来吗 太子就是等着我过去阻拦他 什么 没错 这条沉睡的金龙 终于开始治理国家了 而他选择的 就是太子殿下为他办事 如今的太子正合他意 如果我今天去了 难保不会死在他的青刚剑下 陛下 难道蓝某这么多年的丞相 真的就这么不称职吗 好一招借刀杀人 太子殿下 前几天 是草莓冒犯了殿下呀 这岂是一句冒犯了就能逃脱的 前老板 你是皇后娘娘的人吧 太子殿下 无论如何 看在皇后的面子上 我抄皇家的时候 这丞相袖手旁观啊 你猜 皇后或者是那个赵羽 会出来阻拦吗 殿下 殿下饶命啊 殿下 殿下饶命啊 前世九行 使用煤变粮食酿造毒酒 行贿官员 抄 若有阻拦者 杀无赦 是 殿下 赵羽那边没有动静 算得聪明 奴才不明白 这算是怎么回事啊 不明白就对啊 皇上是想教训 这群不听话的人 这大下的皇犬 只能姓赵 而这件事 只能由我这个 废物太子来做了 才能麻痹这些奸命 他们舍得放弃这块肉吗 当然不会 那他们一定有阴谋 在怎么扰的 阴谋 这就是阳谋啊 你想想 东门把四大九行 全部拿下之后 酒水一定会出现 大量空缺 而我们的生产能力 又不足以去填补 这些空缺 到时候 若是造成这酒水 行业的混乱 便是他们弹河的借口 不信 咱们去下一家看看 王家的酿酒工厂 应该已经被他们 提前破坏了 这怎么办啊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这大厦的商人 地位极低 所以啊 内卷极其严重 没了这一批 下一批自然会冒出来 一步一步来 咱们继续抄家便是 走 你是无良的太子啊 大下国之商啊 不要陪着我的酒厂去了 你也活不了多久 小子 还不果然陷害你 一百万两啊 这些酒商可真有钱 是啊 这么多钱 村娘长这么大 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只是殿下 您最近是不是 有点太过分了 现在外面都在传 说大厦国心的 大厦将亲 我早就做好事 明日朝会 谈和我的奏章 定然数不胜数 那又如何 有些事 本来就是 置之死地而后生 大厦皇权 更是如此 如果这次的杀戚敬猴 不能让他们长记性 那就不要怪吧 陛下 陛下 臣联合文武官员 弹劾太子殿下 滥用私权 扰乱市场 我大厦 避乱啊 太子殿下 可有反驳之死 回复皇 儿臣 一直是以大厦的律法 在执行 这四大酒商 酿毒酒 卖假酒 大肆行贿 官商勾结 实乃 最有应得 丞相 这次如何解释 陛下 这四大酒商 确实有错 但也不能否认 他们这些年 对大厦做的贡献呢 陛下 这四大酒商 掌握着大厦 最大的酒厂 全国八成以上的酒 都是他们生产的 这太子 无差别的抄家 这恐怕 恐怕是 怕是什么 陛下 不证私有话要说 说 我们不证私 跟陈国有一笔酒水订单 即将交付 四大酒商 已经加班加点酿酒 可是 可是现在 这笔价值千万两银子的订单 若是我们未能及时交付 怕是我们赔不起啊 是什么 怕是我们赔不起啊 是什么 竟有此事 如果我们不按时交付 需要赔多少 三千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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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我们大厦赔不起啊 这 这陈国国力雄厚 对我们大厦 又是居高临下 这 这可如何是好啊 这 怪不得那天 吵架老胡的你出来走 原来早就挖好了一个坑 我们若跳了 三千万两银子 这事如果不能妥善解决 怕我又是要人头落 真疼 父皇 太子殿下 他闯出如此迷天大祸 这 是啊陛下 古人有云 治国如烹饪 火候 节奏 最为重要 太子殿下他 他的内政能力 还是太差 难当大任 是 难当大任的 陛下 这帮人心眼子也太多 我密集恐惧 这么多要犯 看我干什么 不是你剪我这把刀吗 太子还有什么话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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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 父皇这 什么人呢 哎哎哎 父皇 父皇 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 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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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正子啊 还有多久交付啊 正好一个月 一个 届时 不光陈谷 胡人 羌人的酒商们 都会来到京华 我们至少要提供一万堂酒 才够交付 这个亲爹有完没完 不得这么跟亲儿子的吧 父皇 儿臣 全权负责 一个月后 要不拿出一万堂酒 要么 拿出三千万两银子 好好好 诸位都听好了 若是一个月后 太子不能解决此事 废除太子 哈哈哈哈 来一个啊 你是没看到 那小子的脸色 还有蓝首成 那老狐狸 笑死朕了 陛下 您这一招起刀杀人 确实英明 但是 你是担心 成儿那兔崽子 怕他完成不了任务 那也没有办法 现在的大厦 强敌环似 人才凋敝 要向振兴大厦 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太子出来 成儿他要是没有那个本事 他也不配做太子之位 死 也死吧 这老东西太会算计人了 沈爹 沈爹啊 沈爹个屁啊 借刀杀人又给我搞出个三千万了 这不是要我命吗 真的我是沈爹我 真 还是少说几句想想办法 季九大人 这可都是你爹搞的 要不我回去 别别别 你可是我的女诸葛啊 你一个人等他们好几个啊 我们走 别别别 我错了 我错了 三千万两银子 那是异想天开 你只有一条路 酿酒 要想按时交付酒水 这绝对不可能的呀 我们的高度酒 是从低度酒提传而来的 那就需要更多的酌酒做支撑 早知道去给那几个奸商留条命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如果酿酒不行 那就只能拿出三千万两银子 季九大人 干什么 季九大人 听闻是我们大厦第一美女 才女 拥顿无数 将季九大人当成梦中情人的书生 更数不胜数 你胡说些什么 我有一个妙计 你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搞一个 才女招亲 你说什么 你让我嫁给别人 不是 怎么可能 痛快 这下我要看他今日 怎么犯牌 宰相手段多得很呢 那要靠老师多多费心了 我陈左身为帝师 竟然决定了要辅佐殿下 定然会帮殿下夺取到皇位 感谢老师照顾 孩子被废 已经是白生定定 殿下 你需要做准备了 老师教我 一个月后 大量银钱 另外 胡珠万花楼 丢水这条路 放心 这就解决吧 你听我解释 我不听 不是 你得听 我只想找个由头 把全京城的文人都聚集起来 多卖点酒水 多办点会员 怎么可能真的让你猜你糟心吗 我错了 我真错 这样 我给你看 你这鬼主意还真是不少 还是不能拿你的轻语开玩笑 我是说 你的主意不错 我不行 但有人可以 谁啊 你们可听过 妆饶 你说的可是 号称中原第一花魁 琴琴说话样映精通的妆饶 不错 殿下前些日那几个绝对和诗词 令妆饶进目不已 已经在来的路上 我和她略有交情 可与她商量一番 好 那咱们就操办起来 两位 咱们这蓝香般好玩吗 好玩好玩 那是自然 我这蓝香般的美女啊 哪里是那万花楼能比的 今天请两位来 也没有别的意思 两位都是走南闯北的人 这一次各大酒商遭殃 你们可要明白 唇齿之寒的道理 太子殿下 太无分了 太暴力了 这如此誓杀之人 这大相 这大相 绝不能交给如此残暴之人 对 所以劳烦两位 回去通传一下各大酒商 一滴酒 都不能卖给万花楼 殿下放心 万花楼 一滴啄酒都不会有了 来 喝酒 殿下 殿下 您快想想办法呀 怎么了 咱们万花楼最近不是挺好的 我的殿下 是 现在生意是好了 咱们酒水也无可挑剔 但是这好酒 也要靠啄酒去提唇呢 他们都不肯卖给我们了 你还真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啊 哎呦殿下 殿下 哦 我最近太憔悴了 保养一下 这不是我不想办法 可是酒水问题 它就是个羊毛 那 那你说 谁说青龙没有酒水 就活不下去了 这酒水酒水 没有酒 还有水 啊 卖给坑水 买到了 殿下 吓死我了 大惊小怪的 快打开让我看看 哎 买了多少斤啊 五十斤 这什么啊殿下 黑糖 殿下 你买这么多黑糖干嘛 咱们万花楼不缺糖水 咱们是不缺黑糖 可是白糖呢 白糖 糖霜 这玩意儿 只有皇室的人才能喝 这么珍贵的东西 咱们万花楼可要不得 有多珍贵啊 坊间都说了 一两糖霜 一两斤 我啊 有一次 喝了那么一丁点糖霜 就那么一丢点 让我死了都知道 嗯 那今天晚上 让你们一次吃个够 殿下 您这是干嘛呢 孙娘 本宫是绝对信任您 但您要知道 这件事情如果泄露出去 那结果 只有一个 殿下 我对您 绝无二心 殿下 准备好了 行 联皇 殿下 您这要干嘛啊 您不会是要卖糖仁吧 在旁边看着就好了 哦 火大了啊 哎 哎 这黑糖可值不少钱呢 黑糖和白糖 哪个更值钱啊 当然是糖霜更值钱了 糖霜 比咱们酿的酒贵好多呢 你们两个把布条撑起来 哎 来 拿着 撑直啊 拿震锅 我这也是第一次尝试 我这也是第一次尝试 小柳子 灭火 有人可不能丢第二次 来 你们尝尝 嘿嘿 太甜了 这么好吃的糖霜 我吃一次 让我死都值 哎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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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吧 再好猪东西 也不能这么吃 接下来 让我们聊聊这事吧 这样的糖霜 在市场上 能卖多少钱 无价 绝对无价之宝 哎呀 你是本宫 为数不多 可以用的人 崔娘真的不知道 刚才 我们用了多少黑糖 造出了多少白糖 崔娘不知道 区区一两白糖 就怕你们俩 失态成这个样 哎 这里上不了台面了啊 殿下 崔娘记着 好像是十斤黑糖 两斤白糖 两斤白糖 发了 发什么发 白糖之所以价格高 是因为它稀缺 所以啊 无论我们产出了多少 都只能卖一小部分 第一 是为了保持白糖的价格 第二 是不能让别人知道 我们有这么简单的提传方法 以免照来杀身主 还有样东西 给你们看 这次在厨房啊 请让我意外地造出来 酒取这东西 有了它 我们就可以酿着米酒 再加上白糖 哇 简直就是人间鲜酿 这糖霜 必定可以补充酒水空缺 它更加符合 咱们施酒会的主题 而且有了这酒取 那么呢 咱们就可以以米酒为主 糖霜为辅 你看看 崔娘都会举一反三了 你也很棒 吃得少 力气还大 原来这两个东西 就让我们一起来 俘获大侠小公子的心吧 昨天有人去了万花楼的四楼 真的假的呀 各位安静安静 我们万花楼啊 将在半个月后 为了妆饶的到来 举办一场诗酒会 如果哪位才子 可以登上我们的天语牟 那便会成为 妆饶的入木日冰 万花楼是在骗人吧 谁不知道 你们万花楼 酒水都快没有了 我倒要看看万花楼 在搞什么花样 殿下 殿下 那万花楼又出幺蛾子了 要举办一个什么 诗酒会 一个月后 还是以妆饶为噱头的 一下子整个精华 和周围的文人都疯了 没有酒 他办个屁的诗酒会 恭喜殿下 恭喜殿下 老师 我何系之友啊 殿下 太子这一次 很明显这是孤注一掷了 老师的意思是 殿下 我们可以过去 和他们商量一下 联合来办这个诗酒会 在这个时候 彰显您的宽宏大度 又能为了 大下文风而奋起啊 好气吗 老师好计谋啊 酒水的问题还没解决 你倒先宣传上了 这 万一不成 放心吧 咱人自有妙计 只要庄饶能按时到来 一切都在本宫的掌口 庄饶对此次诗酒会 表示出了很大的兴趣 还有时日便可抵达精华 祭酒大人 放心吧 你们俩 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 哎 祭酒大人 在我们老家 有这么一个 没有枪 没有炮 一定给我们造 你老家就在精华 还有啊 太子殿下何在 你看 送枪炮的 皇兄 你这诗酒会的想法 确实让令帝 佩服得五体投地啊 皇兄您看 这么大的事情 那必然会成为 朝中关注的一次盛会啊 所以呢 所以这么大的事情 能不能让弟弟的 蓝香班 也参与进来呢 蓝香班 也参与进来 对对对 不行 不瞒您说啊 我们最近啊 遇到了点困难 哈哈哈哈 正是听闻了皇兄的困难 小弟这才前来送东风啊 只要皇兄让我的蓝香班 能参与进来 此话当真 千真万确 好 那就试试 谢皇兄 那弟弟就先行告辞了 好 慢走 赵成 你在干什么 他就是个白眼狼 当然 我还知道 他故意答应我 帮我解决酒水问题 最后 一定会在酒水方面上 给我设一个套 让我死无葬身之地 那你还 那我们就 给他来一个套中套如何 赵成这个傻子 竟然真的是 太子殿下那边 已经别无选择了 好 既然如此 那就开始我们的安排了 老师请说 很简单 酬资粮 吞酒水 实会上 彻底击溃太子 让陛下看看 谁才是真正有本事的 那夏皇子 等老师相助 何愁大也不成 十九会 成儿又一次 让所有人出乎意料啊 老三呢 坐山观虎斗 坐山观虎斗 非 确实非 母后 这一次十九会 不做些什么吗 当然要做些什么了 不然那老皇帝 会以为我们是软世子 我们可以从十九会说什么 母后的意思是 半个月 有的是时间 你去找一些文人过来 这次 一定要想尽一切文法 在十九会上 抢他赵成风 母后 这就去准备 带你看一样好东西 什么好东西 不会又是这个吧 嗯 这 这 这是好东西吧 赵成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哪里来的这么多糖霜啊 这是不能说的秘密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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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蓝香斑确实在进货上 做了两手准备 赵行这次下了血了 要跟我缩发了 缩发 就是拿所有的家产跟我赌 殿下 这十九会太费钱了 咱们现在每天的收入 打 使劲 这次的十九会 已经变成了一场盛会 不仅我们大厦的人关注 还吸引了其他国家的人 无数的商人 学子 都朝着精华的方向 飞奔而来 所以 我们绝对不能输 赵行他想玩 那就玩个大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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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花楼要和蓝香斑 举办十九大会 皇上有旨 要将这个十九大会 办好办隆重 以彰显大下国会 这次蓝香斑 有点宣民夺主的意思 这砸了 一千多万两银子 照我说呀 这万花楼啊 不应该让蓝香斑 参会进来 这不是引了入世吗 现在皇上这么重视 这次十九会 这要是谁办好了 那就是出风头了 可要是办不好 快看 壮上的脚子来了 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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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大家 庄长 庄长 出来让大家看看吧 就是 别这么小气吧 看来是提前到了七天啊 也好 修整之后再开十九 还等什么呢 跟我去见庄姐姐 快出来 庄大家 出来啊 快跟我过去啊 你可比那所谓的什么公主漂亮多了 不一样庄长 我要娶你 张姐姐 你就是蓝小姐 嗯 我是 你们不认识啊 你知道什么啊 我们可是神教 还是个朋友 这位应该就是贵国的太子殿下吧 民女庄扰 见过殿性 庄大家乃咸于野鹤之人 不敢不敢 请 请 慢着 哎呦呦 黄兄啊 您可真不够意思啊 这庄大家来了 怎么不知会小弟一声啊 赵兄 你这是什么意思 黄兄 您可别忘了 这诗酒会呀 可是咱们两个人一起举办 既然如此 这庄大家来了 该住哪儿合适 黄兄 可别怪我说话难听啊 诸位都来评评礼啊 这诗酒会呀 里里歪歪上上下下 我们蓝香湾出的 可是你们万花楼的三倍 三倍 于情于理 这庄大家 应该住我们蓝香湾不是 大家说对不对 对 没错 谁家出的钱多 自然就住谁家 你们放肆 殿下 庄大家是咱们的活招牌 可不能让带他走 怎么 这就要撕破脸皮了 那又如何 不瞒黄兄啊 答应给你的美酒 我是一语谈的 大家听见了吧 这次诗酒会 万花楼连酒水都没有 诸位 到时候可要来我们蓝香班捧场啊 啊 这连酒都没有 我就说肯定会有这种情况吧 太子还是太天真了 去蓝香班 都去蓝香班 蓝香姐 此话 当真 庄姐姐 不是这样的 那在这次的诗酒会准备上 我看到的是蓝香班的诚意满满 蓝香姐 海涵 庄姐姐 我 感谢黄兄为我做了这种嫁衣 您别这种眼神看着我呀 虽然庄大家去了我们蓝香班 可这诗酒会 是你们万花楼举办 黄兄 千万可别破产了呀 走了 殿下 这该死 这该死的让我们到前功尽弃了 暂住而已 慌上 老师 你是没看见赵成的脸色 太吐发了 殿下 今天就跟他撕破脸皮 是不是太早了呀 早什么 我认了他这么多天 还不够 这个太子殿下 可不简单呢 其实 最好的时机 是诗酒会进行过半 他们酒水消耗殆尽 他就万万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但现在也是差不多 你想啊 赵成本来就是想靠着庄饶的名气 吸引客人 咱们早点遇到他的客流量 死得更快 也只能如此了 老师放心 这一次 必死无疑 你们在担心什么呀 不是早就知道 这造型会搞出幺蛾子吗 可是 庄大家也太不讲究了吧 他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就是 你们胡说八道什么呀 这庄饶也是自由 他想去哪就去哪是不是 那您说怎么办呀殿下 我看今天晚上生意 就要被抢走不少 急什么 这不还有五天吗 就怕连这五天都挺不过去 小六子 我跟你商量个事啊 看来这蓝香班 确实做了不少准备 小姐 咱们本来就是要去万花楼 看那些诗词对联的 咱们这么做 是不是对不起蓝小姐啊 你知道什么 这大夏太子 完全就是一个无恶不咒 声色全马地玩裤子 也不知道我这蓝妹妹 怎么就鬼迷心窍了 不如这次 借这个机会 将这个太子拉下马 就我蓝妹妹 于水火之中才好 是 记住了 这几天 不管这万花楼如何起 你都给我肥解 殿下 殿下 这么神秘又是搞什么 蓝小姐知道会生气的 这事还真不能让她知道 为什么 你是不知道 这女人吃醋 有多么可怕 你 算了 我怎么当着 未来老公也辽美 助以卫楼风细细 望极春愁 暗暗升天计 草色烟光残照里 无言谁会凭蓝意 四把疏狂徒一醉 对酒当歌 强乐 还无味 衣带见宽终不回 我一消德 人前贵 快看看 鼠名是谁啊 看看 秋水先生 没听过呀 秋水先生 是谁啊 没听过呀 请问秋水先生是哪位 告诉你啊 昨夜 孤有人差使人送的 我一看便惊为天人 想必 是有高人 要送给庄大家的 怎么样 妙不妙 妙 妙极了 妙不可言呢 记得书读 背诵啊 嘿嘿嘿 一带见宽 终不悔 慧衣消德 人憔悴 好词 真是好词 小姐魅力就是不一般 这诗酒会还没开始 就有人给你写情诗呢 未必是写给我的 不过是佳作便是 快 仙儿 帮我言墨 是 我要抄录下来 怎么回事 这是谁写的 插 有句句我先插 是 殿下稍安勿躁 这种绝品诗词 一年难出一首 不会对我们的大局 造成什么伤害的 又是一首 又是这个秋水先生 这 云响一场花响容 春风伏剑 陆滑浓 若非群域 山头剑 会向摇台 月下风 绝品 又是个绝品 这秋水先生 到底是谁呀 又来了又来了 殿下 又是一首 还是那个秋水先生 又是更尿的佳作 走 云响一场花响容 云响一场花响容 这 这 小姐 这下没跑了吧 肯定是写给你的 此人之才 真是千年罕见 不过 我以前从没听说过 大校有如此才子 一定要是个 俊俏的公子哥 打你 小姐 咱可说好 不会提前去万花楼的 殿下 殿下 咱们今天的生意 十分的火爆 我认为 这得多亏了 那两首情诗 你说说 那样的情诗 哪个姑娘能受得了 就连崔娘我 都受不了 那就好 那就好 说 是不是你搞的 冤枉啊 祭九大人 我这种半吊子水平 怎么可能写得出来 那种事 最好不是 要真是你 这种事你要写 也不能 也不能给别人写 崔娘 给我注意着点 看看这秋水先生 到底是谁 这风了吧 又来一个 它创作不需要时间的吗 是 昨夜星辰 昨夜风 画楼西畔 跪堂东 深屋采凤 双飞翼 心有灵犀 意点凤 好事啊 好事啊 绝对是大财 这万画楼十九会 一定要去 去 去 三天 已经三天 还没查到 殿下 废物 给我过去下去 继续查 这 殿下 会不会是那太子 故弄玄虚啊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三天 又有绝品的情诗 他怎么做的书 可是 秋水先生 确实没听说过 那他为何不将试词 给我拦香班 坏人我大事 让我查到此人是谁 我殿下的罪事万段 殿下 万万不可 这秋水先生 可不比装柔差 老师放心 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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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分的事又来了 什么 深屋采凤 双飞燕 心有灵犀 意点痛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 自难忘 千里孤坟 无处化凄凉 在天愿做笔翼鸟 在地愿为连里之 人生自恃有情痴 此恨不快 风雨雨 这 这 小姐终于忍不住了吗 秋水先生 还是没有露面吗 一直没有 我想见到他 就在此刻 明天便是诗酒会了 您这么多天都忍了 再忍一天 诗酒会 对我来说 还有什么意义吗 我就要秋水先生 不管他是什么样 小姐 您不要任性 这里是大夏 明日的诗酒会很诗隆重 听说大夏皇帝都要来 咱们绝不能施了礼数 还没找到他吗 没有 真的是 那些酒商都来了 他还不见人影 蓝小姐 既然殿下不在 咱外花楼的事情 我们都听您的 对对对 遇到什么事 您可得上了 小姐 这大会终于要 就开始了 我可是千里迢迢跑来的 为的就是参加此次盛会 我听说 此次宴会 皇上也会参加 若是能让他看到我的才华 那岂不是说 马上就要平步清云了吗 我只想看看庄大甲 听闻 此次又出现了一个什么 秋水先生 此人文才斐然 尤其情史 真的是让人 傍尘莫及呀 是啊 此次十九会 此人大乃吕多苦呀 皇上驾到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找到看一看 这秋水先生是何方神圣 此人 谢皇上 这一次 我的两个儿子 搞得十九会 还挺像模像样的 是啊 陛下 这次的十九会 回国也该旅行秋水订单了 希望不会让我们希望 这个稍后再说 小姐 这场面可真够隆重的 这次来的大财如此之多 不知道哪位才是秋水先生 小姐 小姐 我看您是魔争了 此次十九会 引来了不少外国学子 真是一场功前的盛会呀 此次盛会 若是能成功举行 定会弘扬我大夏国风啊 那也得赢了才行 老臣听说 这其他国家 都纷纷派来优秀学子啊 这是要打朕的脸啊 父皇 儿臣对此早有准备 五 儿臣请来了大夏文豪 陈绍白黄震等人 来震转 父皇 儿臣也请来了 李魁首杨峰 好 这些 都是我大夏优秀学子 应该没问题 怎么不见什么玩意啊 陛下 殿下他 他昨夜受凉 今天肚子不舒服 十九会事宜 交给陈外父 陈 诺 我 不会太子什么都没准备吧 身为一国太子 竟然将国家荣耀置之不顾 慌 完全不把我大夏国威放在眼里 陛下 这 争气的家伙 除了查错 朕定会罚他 开始 其实已到 大夏清华师就会正式开始 财子团 财子团到 求死我来的 他可是好多年都没出山了 这下就好看了 陛下 上次楚国输给太子之后 这一次是来势汹汹 还有陈国 他们次次想打压打下 势头很强啊 都以为我们大夏是好欺负 杨杨大夏 怎会输吧 欢迎楚国才子团 陛下 这次大赛的诗酒会如此隆重 就没有什么情况了 楚国公主 这一次的诗酒会 是为了庄大家的道来开的 挪回者将成为庄大家的入目之宾 就这 来了这么多人 阵仗搞这么大 采头就是一个女人 而且还不是大夏的女人 可笑 大家说 是不是 老子 我的意思是 既然上次我们输给了大夏两座城池 不如陛下 就将这两座城池拿出来当采头如何 无论在场哪个国家夺魁 这两座城池就给他们 如何 这两座城池 你们楚国简直厚颖无耻 你们楚国简直厚颖无耻 怎么 输了 不想认账吗 我堂堂大楚并不缺这两座城池 只是我看这次诗酒会如此热闹 我大楚想让这盛会更加热闹 如果 我们不同意呢 那就抱歉了 狼山莽山两座城池的城防军 我们是不 太孤独逼人了 这样 若是你们下国营了 两座城池 我楚国愿心甘情愿拱手相让 不仅如此 我楚国愿做战败国 赔偿白银五千万 虽这两座城池 但价值绝对超过五千万两 如何 好 陛下 陛下 三思 陛下三思 那就如此定了 难道陛下要反悔 反悔都不知 如此大的事情 总该有个协议是吧 上一次两座城池 都是口头协议 朕总觉得心里没谱 闻大人 老臣在 你协议 是 你们 这次我看你们怎么赢 接下来 这是十九会第一回合比试 希望别搞什么暗箱操作 此次命题由大夏皇帝出题 共分四题 诸位由两个时辰创作作品 作品被评判为绝品 妙品 精品 凡品四个等级 四个作品综合得分最高者晋级 最后结果 由来自各国评判团评判 如何保证公平 评判团评判后会公开作品 由在座的诸位评定 我倒要看看 没有赵成在 你们还怎么 朕望天下人 崇尚文风 不喜战事 望天下和平百姓无恙 便以歌舞升平四字为题 往 污国自灭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歌舞升平 拳头硬才是真的 祈求别人跟你歌舞升平 胆小鬼 开始吧 查到那个秋水先生是谁了吗 查到那个秋水先生是谁了吗 殿下 这次刚开始 还没查到 继续给我查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遵命 殿下 下转 我已经失去了蓝器 庄绕 我一定要让他留在大厦 这人怎么这么快 这是谁 从来都没有 自首诗吗 这么简单 我已经完成了 来者何人呢 我有默契 看门俺的诗再说 这不会就是那个秋水先生吧 如果真是那可怎么办 可是除了他 谁还能这么快做完呢 如果他是 我也要 这一首 以哥为敌 这 喝了这碗酒啊 越来越上头啊 妹妹不要走啊 给哥唱支曲啊 下去吧 不要笑了 下去吧 下去吧 我就是来搞笑的 记住了 俺就 铁牛 你 我要众心承 大侠 当真没人了吗 来者何人 陈国 秋土本 此次 专门为庄大家而来 难道是他 以哥为题 一缩一粒 一篇粥 一帐四轮 一寸钩 一曲高歌 一尊酒 一人独调 一香秋 好事 好事 恭喜邱主 恭喜邱主 成功见机 还有谁 还有谁 我靠 有人抢我风头 赶紧到我吧 一会儿 请个骂人 难道我们大厦 就没有人了吗 方法 现在还不是上的时候 还真有人上啊 阁下为何戴着面具 是没脸见人吗 阁下也完成了 文人都特立独行 正看三千学子 只有你一人戴着面具 那这面具 就叫你的名字吧 念 是 以哥为题 喝了这碗酒啊 越来越上头啊 妹妹不要走啊 给哥唱支曲啊 我说什么来着 是不是又一个铁牛 本以为是能救我 大下于危难的英雄 赶下去吧 让他们进城啊 等等 请听一物为题 念 一物为题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各屋几时修 暖风勋的游人罪 只把杭州做汴州 好事 确实啊 是他 是秋水先生 我就知道他会来的 好事啊 三十年前 富饶的南国 因为贪图享乐 每日歌舞升平 而被逼得步步溃退 这是在警醒我大下呀 莫非他就是秋水先生 一手绝品要如何 我看你还有几个绝品 我可是死无妙品 以声为题 飞来山上千寻塔 文说鸡鸣 见日生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圆身在最高层 有 又是绝品啊 好 威武霸气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圆身在最高层 哈哈哈哈 霸气 看来他这第一手 确实是让着秋水宾了 如果第三手还是绝品 这秋水宾的脸 得有多疼啊 按照积分 三个绝品 秒杀四个妙品 您 以平为题 君不见走马 穿行雪海边 平沙茫茫 黄入天 轮台九月 风夜吼 一川碎石 大如斗 雷风满地 石乱走 匈奴草皇 马正肥 两山西剑 燕陈飞 汉家大将 西出师 好 马起风驳呀 小姐 你怎么了 若是故国当年有此事 不知会不会落到亡国的下场 写的咱们南国嘛 正是 当年 朕豫家亲征湖人 正是这个场面 此死 定然是我大下财主 难道你就是秋水先生 不错 正是在下 还比吗 区区成果 也不过如此 上了 快上了 此次十九会夺冠者 秋水先生 好 好 好 父皇 我立功了 你看太子 到现在都没有醒 还没有起床 你的意思是 我是你找来的 秋水先生说笑了 难道是太子吗 不是我的话 劝先生 听 什么 父皇 孩儿不辱旁命 为我大下 再下两座城池 不可能 你作弊 我怎么作弊 我只是以面具示人 所比皆是我真财实许 何来作弊一说 什么 你们楚国想要抵赖 别忘了 我们可是签了合约的 胡闹 你们楚国竟然做出这种 背信轻易之事 何道理 你 你们欺负人 我们 这十九会的规矩 又不是我定的 是四国默认同意才定的 既不如人 就不要寒血喷人了 还是说你们楚国只会出案的 楚国定会要协议办事 是我等先行告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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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好事都让他斩 看来计划必须要提起来 小六子快来错我洗漱了 小兰花子何时你啊 小六子 回殿下 小六子昨夜病倒了 现在也高烧补退 怎么了 这好东端怎么病倒了 这不像是着凉的气 不仅是小六子 自从试酒会结束之后 皇宫内宫女太监病倒一大片 就连娘娘们有的也病了 就连陛下 陛下也不幸染上了 东外呢 蓝信他们呢 丞相府来人说 也有人染上了 有人传世 传世瘟疫 瘟疫 这个时候怎么会有瘟疫 昨日十九会去这种 大夏国几乎七成的门人民事 都汇聚进城 这个时候闹瘟疫 那时候军队也感染了 那我们大夏岂不是 如梦中之别人人可见 快 去把我制作的口罩和图纸拿来 是 还有 再拿下高度蒸馏酒来 是 替我 给七皇子带话 就说我有好买买找他合作 我还一定带他 我姑娘呢 你若是不传话 下次这把匕首 就在你的脖子里 老师啊 我要除了赵承 可是陛下那里 应是不愿看到骨肉相残的 老师我懂 承王败寇吧 这些日子 我因赵承受到的驱逐 我得 废话 殿下 殿下若是因为 坊间 殿下 数次晕倒 传出来的 盛亏谣言 不惜如此动气啊 老师 我绝对不可白白受欺辱 殿下 殿下 那个楚国公主 约定蓝香搬见面 愿三皇子如愿啊 公主不过是要的 大厦的皇后之位罢了 给你 那就等三皇子的好消息了 蠢货 大厦都是蠢货 除了那个该死的赵承 公主为何想与七皇子合作啊 还带军师 真是个废物 我需要是在大厦商业 有极其身后根基的盟友 放眼大厦 只有七皇子最符合 不是吗 只要对大厦无害 本王自然可以与你合作 当然 我需要陛下将城内的医药 生活物品存放在指定位置 因为我要整治赵承 身为太子 百姓名声有爱 是不是应该负责啊 可以 我答应你 什么条件 我要赵承 求之不得 收好里面的东西 谁来都不许开门 如果有人抢 就一把火烧了 尊敏 完了 我的天哪 这看来真的是瘟疫了 不行 我得回家想想要发 吩咐不宜局 将宫内所有的衣裳材质 全部暂停 将所有的面料 都用来制作我说的口罩 使那些军中之人 人人保供 其次是贫护百姓 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 分发下去 殿下 百姓也要发 你确定吗 复朝之下 因有万乱 快去 是啊 这场大衣 来得巧啊 如果军中染上大衣 京城守备 如同虚射呀 一旦敌人趁虚而入 我大侠 怕是要灭亡了 陛下 是奴才无能 天下 陛下的身体最重要啊 父皇 如今大义当前 夏国威在旦夕 父皇不如废太子 立儿臣 儿臣定当立晚狂澜 就大夏 于谁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想着太子之事 你有什么办法就说出来 等大义过后 朕 会慎重考虑他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吗 为什么师会议结束 京城就爆发了大义 为什么楚国使团没来时没有疫情 他们一来 疫情也就跟着来 如果没有内应的话 你觉得可能吗 如果有内应的话 你觉得会是谁呢 这我 是你 你是个畜生 父皇 你可要保重好龙体 可别被这疫情 击垮了 赵长 这一天我等很久了 他终于来了 皇位 吃 吃 好瘦 太子殿下 三皇子来访 三弟这个时候来做什么 为何他没被感染 小子殿 这太子怎么也倒下了呀 你不是很喜欢出风头吗 现在这整个京城都被大义所笼罩 你起来 你快起来呀 哈哈哈哈 你来干什么 当然是来看看我亲爱的太子殿下 是有多么难 他把他叫成 没想到你也有今天 实话告诉你吧 这场大义 就是老子一手策划的 现在京城的东南西北门 都被夏宇飞所掌控 楚国的士兵正源源不断地进来 马上就会助我夺得皇位 这我疯了 术万臣的命 就为了换一个破皇位 大义终究会过去 有人死就会有人伤 这叫皇位却只有一个 说来还要感谢你 感谢你让这一天 来得这么快 这货该不会有药 所以没被感染 难道 你没有治医病的药吗 药 为什么要 你见过哪个国家 因医病而亡国吗 我可还是要感谢你 举办这一场施酒会 如果没有你 也不可能聚集这么多人 我的计划 就不会进行得这么顺利 完了 我夏宇怎么出了这么一个畜生啊 我到夏宇完了 你怎么可能没感染上医病 我什么时候说我染上了 本来只想从你这儿拿到可治医病的药 没想到你没有药就赶在下国传播医病 我原本以为你是个有头脑的畜生 没想到是高看你了 招死 现在京城外面可都是楚国士兵 只要我一生令下 马上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哦 是吗 不可能 夏宇飞那边 明明一切顺利 要不了多久 中国士兵就可以帮我夺得皇宫 肃清朝政 皇位是我的 也只能是我的 等我登记 我第一个先杀了你 啊 我等着 赵太医 赵太医 快 按照这个药方给众人调谱 好太子 这都什么时候了 国难当头 你不要添乱了 太子 知道您才高八斗 可这医学高深莫测 没个十几年的功夫啊 您就别想出师 您就别来教训我们了 啊 这太子怕不是施进风了 本宫身为太子 本就该以黎明苍生为己人 若这药方无效 这太子不当也罢 太子 你不要给我添乱了 我们现在 没工夫跟你闲聊 小六子 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真的好多 你看 小六子前段时间还半死不活的 今天怎么 红光满面了 莫非 太医的药方真的快用 小六子 你这气色 可是好太多了 太子 这真是你的药方啊 先了 信了就赶紧抓药去 老百姓还等着你 你这个王八蛋假传情报 下国军队根本就没有沾染疫病 这怎么可能 你就凭这个方法阻止了疫病传播 怎么不可能啊 疫病只是传染性极强 军功塔地处偏远 自喜自足 只要利用高度蒸馏白酒做好消杀控制 便可以组合团 同样 军队里只要执行严格的防控措施 你真以为靠一场疫病就可以让你 已能得到的 只有后世的破气 谢谢 小太太 你丢了什么妖法 蠢货 这是科学 全我之令 三皇子赵羽 勾连外敌散播瘟疫 残害国民 汉国罪论处即刻 大入天牢 对 走 父皇 您赶快好起来 这大夏不可一日无处啊 大夏现在就给你来治理了 父皇 这 这万万不可啊 你是太子 理应承担这份责任 朕对你的种种考验 你都完美通过了 难道你要临阵脱逃吗 还是想违坑生命 这 阿尘不敢 传之下去 太子继位 你 必须养我大夏国威 护我大夏江土 让百姓 没有一阵流离十所 让百姓 安居乐业 国泰 你安 阿尘 谨遵圣命 赵成 谢谢你救了我们 救我的夫人和月照 不是应该的事 哼 不要你 对了 你是不是喜欢张姐姐啊 呃 呃 这 虽然我不介意 但你必须 在 放心吧 你永远是我最爱的夫人 我知道 我看见你偷偷刻我的木雕了 木雕 嗯 啊 啊 你说的是这个 看 你别生气吗 你要是想要的话 我去给你雕 一个不够 雕十个 这是我的小宝宝 你是我的大宝宝 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个手势的呀 疫情是你给我的信上有 我学会了 哈 我啊 我的夫人 真是聪明可爱 嗯 要是有机会的话 你愿不愿意给我回我的世界 好 啊 我